大家好,欢迎来到OART频道 本期的影片我们要来谈谈中国水墨化 以及如何欣赏它 中国水墨化是中国传统文化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 它不仅表现了中国文化、艺术和哲学的特点 同时也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代表之一 让我们一起来看看 如何欣赏中国水墨化 第一点,了解水墨化的历史和发展 要真正欣赏中国水墨化 首先需要了解水墨化的历史和发展 中国水墨化的历史可以追溯到2000多年前 它起源于书法艺术 后来逐渐发展成一种独立的艺术形式 在唐朝时期,水墨化达到了巅峰 成为了一种极具影响力的艺术形式 在宋代时期水墨化发生了一些重大变革 它不再是纯粹的书法艺术 而是开始注重表现艺术家的思想和情感 在明清时期,水墨化发展到了新的高峰 成为了一种具有强烈艺术性和表现力的艺术形式 第二点,欣赏水墨化的技巧和特点 了解了水墨化的历史和发展之后 接下来我们又来谈谈如何欣赏水墨化的技巧和特点 首先,水墨化的线条非常重要 它可以表现出画家的笔触和情感 其次,水墨化的构图也非常重要 它可以让观众对画面有更深刻的理解和感受 再者,水墨化的色彩非常单纯 主要以黑、白、灰为主 这种单纯的色彩反而能够更好地表现画家的思想和情感 第三点,了解水墨化的主题和意境 除了技巧和特点外 水墨化的主题和意境也是非常重要的 水墨化主题涵盖了中国文化和历史的各个方面 例如山水、花鸟、饶物、动物等等 每个主题都有自己的意境和表现方式 观众需要通过了解画家的意图和背景 才能真正的欣赏和理解画作 第四点,学习欣赏水墨化的方法 最后我们要来谈谈学习欣赏水墨化的方法 首先,观众需要注重观察画作的细节 例如笔触、构图、色彩等等 其次,观众需要了解画家的背景和意图 这样才能更好地理解画作 最后,观众需要多看、多学 通过观看不同风格和不同时期的画作 来提高自己的欣赏水平和生命能力 中海以上几点,我们可以得出一个结论 要欣赏中国水墨化 需要了解它的历史和发展 掌握欣赏技巧和特点 理解画作的主题和意境 以及学习欣赏水墨化的方法 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地欣赏中国水墨化 体验它所表达的文化、艺术和哲学 希望今天的影片能够帮助大家更好的欣赏中国水墨化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影片 欢迎订阅、按赞和分享 别忘记开启小铃铛 谢谢大家的观看 我们下一期影片再见